Long,大家好,我是Vandy,来自iVent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欢迎你们 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击 就是通知铃铛来收到最新的影片 大家好,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给我的男朋友 就是反地心引力的Milo Cake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蛋糕 因为反地心引力,而且是一个Milo杯 上面碰上来的Milo 还没有看的话,请点击上面来看看 也看看它的反应,好不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要来继续的做另外一个生日蛋糕 为什么呢?因为轮到我的哥哥的生日了 那么呢,其实每一年的七八月我都会很忙 因为呢,他们的生日非常靠近 而且呢,是月饼的季节 所以都很忙齁 所以不用紧我们互相的支持,好不好 我们继续的做影片给你们看 那么呢,所以今天我要做的蛋糕呢 是一个传统或是很出名的一个flavor 就是Black Forest Cake Black Forest Cake 黑森林蛋糕 所以呢,既然是黑森林蛋糕里面 当然会有很浓密的味道 就是呢,我们的湿润的巧克力蛋糕 再配上这个Cherry Filling 或者是Cherry的馅料 非常非常好吃 那么,而且我买了这个Pittet的Cherrys呢 来做这个馅料 所以是制制的,非常可以控制你的甜味 那么,甜味就刚刚好 整个蛋糕吃起来是非常湿润 非常浓密的味道的 而且我把旁边固制成黑森林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一起开始咯 好,一开始我们先来做 它的樱桃馅料 今天有用这个樱桃果去种籽的Pittet Cherries 那么把它们过晒一下 把这个水分跟这个樱桃果分开 最后把这个果汁呢 就倒进锅当中 加入一些樱桃汁 然后白糖 然后白糖 之后就拿去用中火加热 记得要不断的搅拌它 搅拌直到它的白糖开始融化了 而且它樱桃果会出一些的汁 现在呢,拿一些的玉米淀粉 加入一些的樱桃汁 之后搅拌到它完全融化为止 现在呢,你的樱桃就沸腾了 那么再煮多一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加入 刚才的这个玉米淀粉 加入之后 就要赶快的搅拌 因为它会开始凝固 那么你开始听到它的声音也会有不同的 很快的它就很浓稠 你就可以把它们离开火 加入香草精之后搅拌一下 然后让它们放凉之后呢 把它们放入冰箱 好让它们彻底的凉透凝固 现在拿一个冷的碗 还有冷的搅拌器 之后加入奶油 那么奶油也是要冷的 这样子呢 全部东西都很冷的话 奶油就可以容易打发 那么打发到它们在这种的状况 非常的soft pick 就是很有流动性的那种 可是已经浓稠的 那么就可以开始加入糖粉 还有一些面粉 烤过的面粉 在175度的摄氏烤一个五分钟 最后就把它们通通过筛下去 最后就把它们通通过筛下去 好了之后加入香草精 那么继续的打扮 打扮到这种程度 纹路开始明显了 而且整个会蛮浓稠的 就可以了 现在拿一个cakeboard 就是那个蛋糕板 那么放上6英寸的巧克力蛋糕 今天用两个6英寸的巧克力蛋糕 上面有食谱影片 那么呢 在上面 擦一些的櫻桃汁 好让它们渗透蛋糕里面 那么在上面呢 pipe一些的奶油糖霜 我们干脆所做的 pipe一层之后呢 再pipe一个外墙 那么中间我们就能够放这个樱桃的馅料了 它就不会流出去 那么放的平均一点的话呢 你的蛋糕就很好吃 现在呢 来重复 放上巧克力蛋糕 樱桃汁 放上奶油糖霜 记得做一个围墙 之后中间就放上这个樱桃的馅料 用汤匙呢 来把它们铺的平均 适量就很好了 那么加上第三层巧克力蛋糕 再淋一淋这个樱桃汁 然后加入奶油糖霜 围墙 樱桃馅料 然后最后一层的巧克力蛋糕 好高是不是 那么上面记得再淋上这个樱桃汁 那么整个的味道就非常的浓厚 很好吃 那么在外层呢 就加上这个奶油糖霜 我用pipe的方式呢 会很简单很多 而且它的层次还蛮平均的 给那么高的蛋糕的话 用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 上面也一样 pipe满了之后呢 就用这个刮刀 来刮一刮 把上面刮给它平 那么现在呢 旁边我就用这个高高的scraper 来刮给它平 刮了之后 如果有发现中间有空洞 就拿一些的奶油糖霜 补了之后再刮多一次 那么要非常美的效果的话呢 用这个刮刀浸在热水 抹干之后呢 就这样子刮一刮 你会看到 它会把这些小泡泡或小洞洞呢 都给补上 那么现在我用这个 Wilton 4B的 piping tip 来pipe一些的糖霜在上面 今天pipe八颗 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可以确保你的糖霜在平均的位置 好了之后 现在就放上这个鲜樱桃 非常的大颗 非常的新鲜 很好吃 我真的第一次尝试这个 非常的好吃 那么中间这个空洞呢 就我们补上这个 樱桃馅料 就会非常的丰富 那么拿去冰箱冷却 三个小时左右 在这个当儿呢 我们就拿这个poke stick 那么用这个绒的 黑巧克力 而且是compound dark chocolate 才可以 那么呢 用这样的方式 来pipe 好像pine tree 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黑森林black forest 是来自Germany的 那么它那边 就有很多这些pine tree 所以这个cake 叫做black forest cake 好了之后 就把门 这样子很容易的 就可以拖起来了 那么我有做一些不同长度的 这个pine tree 那么就会非常的漂亮 现在呢 把它们这样子轻轻的压上去 那么高的跟矮的在不同不同的地方放上去 就会看起来比较漂亮 这样子轻轻的压一压就好了 不要太处理 整个围满了 整个围满了 然后呢 下面我就加上巧克力粒 传统的呢 是加上chocolate curls 如果你们有的话呢 就可以去买那个chocolate curls 还有撒上一些的金球 然后就完成了整个蛋糕 非常高的蛋糕 很漂亮的樱桃在上面 这是谁的生士 谁的生士 谁的生士 阿祥是生士 阿祥是生士 生士 这是Blackforsky 是一斤 看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5,3,4,5,3,5,4,5,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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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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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0. 现在准备切蛋糕啰 这个蛋糕呢还蛮容易切下去的 因为蛋糕非常的湿润 哇,你看 它的樱桃的鮮料真的是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一个蛋糕 现在尝试一口 好多馅料 那个层次感给你们看一看 湿润的巧克力蛋糕呢 再加上这个奶油汤上 蓬松的糖霜再加上这个酸酸甜甜的这个樱桃馅料 非常的好吃 下来吃这个鲜樱桃 很多汁看到没有 那么它的口感呢是有点像葡萄的 这个中间有点像葡萄的 有点像葡萄的 这个是想装的 好,来吧 这个是想装的 这个是想装的 好乖的被阿森这样的人 可以做成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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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甜啊 可以 阿姨不能吃 谢谢 你这个米洞给 哪一个可以好吃 我要给比较好吃 你要给比较好吃 这个没有这样甜 这个没有这样甜 米洞没吃到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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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啦 可以吃看好吃吧 嗯 哇 你很有经验阿咪 你的表情感很酷 好不好吃Denson 好不好吃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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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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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看这个 是Fresh的Cherry 好不好吃 好像葡萄这样快快 哈哈哈哈哈 因为不能吃酸的人 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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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Cherry on the cake 嗯 我很好吃 你还可以吃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好不好吃 肯定是肯定的肯定 你要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今天是不会害我们的肯定 你能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Aman 生季 trophy 好可愛啊 我好喜歡這個寶寶 好可愛是不是 那麼這個蛋糕也非常的可愛 好吃 所以呢趕快坐來吃好不好 那麼呢 還有沒有看我上星期的 melo cake 請你們記得觀看 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我 還有記得關注我在我的 Facebook AND Instagram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